3月27号、29号,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京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汇丰集团行政总裁齐耀年、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明伦、亚培公司董事长罗富德、安联集团董事会主席贝特、施耐德电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赵国华。 韩正表示,跨国公司多年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,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、参与者,自身也得到巨大发展。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,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,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。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,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发展。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,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。 中共二十大对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做出了战略部署, 中国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,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保持国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,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, 着力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,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。 韩正表示,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。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,离不开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参与。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,中外企业界加强沟通合作非常重要。 今年以来,中国经济企稳回升,一至二月份实际利用外资近400亿美元,继续保持增长势头。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,我们对今年实现5%的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充满信心。 希望各国企业坚定对华投资合作信心,扎根中国市场,共享中国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。 齐耀年等表示,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。 近年来,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稳定器。 众多跨国公司均从中国改革开放中受益,并得以成功发展。 感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,重视改善营商环境和保护外商投资权益。 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潜力、创新活力和投资机会,将加大对华投入,实现共赢发展。